2月6日这一天,马来西亚分会的慈禧志工穿着整齐制服 端座在荧幕面前,和57个国家地区的慈禧人 同步连线参与全球献上岁末祝福 今年的很特别,用云端来随时 感恩我们的全马的志工大的人 来迎接上人的祝福,要感恩上人 上人也祈祝我们海外的慈禧人 要多造福人间这样子的社会 才能够相和,天下才会无灾难 槟城近诗堂虽然大门紧闭 但近诗堂同仁还是守护着心灵的家 同时也献上参与岁末祝福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无法前来近诗堂参与 但透过科技,大家凝集三年,共服务员 而祈求这波疫情快快散去 志工李立真看着荧幕向上人发愿 不舍上人的他,落下眼泪 上人说已是无真,不争取名,不争取利 但他争不过时间 其实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不自然了,就掉起来了 不只是慈激之功,不舍上人为众生奔波 还有民众张爱佳也一样 很感动,很感动 我也是看到上人的时候 我觉得上人,他真的是为我们众生付出很多 然后我也发现到上人长老了很多 我很希望上人可以发体安康 然后藏在人间 小菩萨在空中接受上人的福慧红包 特别的满足 疫情未好转,用爱走过 诚心祈愿,新的一年会更加平安 大家终有相聚的那一天 大海新闻,这三美之宫,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有双 离灾难 亲密的颜色 这次营头 这么准ful的 这次营布 究竟购